这个也就是讲 你要先想 自己本身的身是什么 以前我讲过了 人的身体是什么 是地、水、火、轰 去把它构成的 本来就没有自信 分解了什么都没有的 身体就是草木土石 是草木土石 是一个偶像 没有自信的 当分解的时候 地、土归、土 那么佛归佛 水归水 这个地、水、佛、轰 气就归气的 呼吸就归呼吸的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身体为什么会长成这个样子 要想是业力造成 今天我长成这个样子 是业力造成 我们现代人讲遗传 师尊牙齿长得怎么样 那么佛旗的牙齿也会长得怎么样 排列都是差不多的 这个就是遗传 但是我以前 读书不怎么好 可能也是遗传 但是我高中的时候 读书就很好了 对不对 我高中的时候我就读第一名 我高中三年六个学期 我哪六个第一名 我高中的时候我就变过来了 就成绩就很好 但是他现在高中成绩也是妈妈的 这个也是一种遗传 因为好像遗传的不太准 时间不太准 不过按照遗传来讲起来 像我这样子的身材 佛旗这样子的身材 也不太对啊 他现在身材很高 不知道怎么讲 这个不过他讲 人造成你自己的形象 跟你的一切的人生的经历 是因为业力的关系 它上面有写是因为业造成的 你身体会这个样子是业造成的 所以当初啊 这个佛陀曾经讲了一个故事嘛 有一个很个子很矮的人嘛 这个问他 问佛陀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佛陀就讲啊 你就是这个前世啊 给人家造塔的时候脱工减料 少了几寸几尺 每一次你给人家造塔盖房子 你少几寸几尺 所以你这一世会长得矮 就是那么很多弟子讲 我前世一定是脱椎塞 或者是包伤啊 给人家盖房子的时候 脱工减料 你就长得这样 那那个女孩子 声音为什么那么好呢 为什么唱歌那么美妙呢 佛陀就是讲 因为你觉悟了 你认为我给人家造塔 这个造的 脱工减料 少了几寸几尺 那你为了补赏 你就给他掉那个轰铃 叮叮当当叮叮当当 掉几个塔的轰铃 所以你这一世 个子长得矮 但声音很好听 这佛陀讲这个 当然就是因为业力的关系 这只是一种比喻 我讲的意思就是一种比喻 这个比喻就是说 你今世啊 你会这样子的结果 你的身材是这样子 你的面貌是这样子 你的眼儿彼时 整个形状会这样子 都是由业力来造成的 没有这个业力的话 你根本是没有自信的 本来你就是空信的 就是因为有这些业力 这些因果业源造成你现在这个样子 甚至于你一生当中的命运 都是因果业源所造成 这个意思就是讲你的身体会这个样子 都是这样子的 那么讲心呢 我们讲身心 身心 这个心不是指我们这个心脏这个心 这个心本身来讲起来也是没有自信的 谁找心都找不到 心在外面吗 你没有自己的这个身体 心在外面 哪在外面啊 所以有一句话讲 今天假如没有卢森宴 这个世界的存在 对我来讲有什么影响 根本毫无影响 对不对 世界有没有存在 根本对你来讲都毫无关系的 今天年龄法师假如是说 我不活在这世界上 管他地球上几个国家 怎么样子 整个地球都跟我毫无关系的 地球有无跟我无关啊 你说是不是 等于一片虚无吗 我今天不在了 什么都没有 那么心在外面吗 心也外面也没有心 心在里面吗 完全就凭你的意识去感觉 眼而鼻舌生意 就是你的一般人讲的这个外在的这个心 最深里面的心 你也没有感觉到 所以心在里面吗 四大分散了 以后你去找你自己的心吧 心也不在里面 那么心到底在哪里呢 不在外 不在内 你也不在表面 到底在哪里 心根本没有自信的 所以 所以身心介无啊 本来就是空的嘛 所以这个如来的意思啊 跟中哥八祖师啊 他这样子跟你讲 你要用这样子去观察 你要用这样子去观察 你的身体 你的心 你会找到空性 要入这个空性的三摩地 空性宜家 到无相宜家 全部都是要用智慧去观察 你要找出你的身 你的心 他的主要的这个心性在哪里 所以为什么讲 他说你要怎样子观想呢 他说 要想自己如同偶像 今天 这个你们都是佛的 佛的 后面呢 都是这个Bula 菩提 菩提萨陀 菩提萨陀也是菩萨嘛 菩提萨陀 是不乐 是多戒 多戒是金刚 都是这些佛菩萨在后面 他们是没有自信的 他们是草木吐石所成 要观察他们 怎么观察呢 你今天啊 他这样子讲 那个像 你对他生气 他也不动 他还是一样的 像观世音菩萨 你对他生气 他也是面孔 还是很慈悲的样子 你用火烧他 哇 那木不能烧耶 那是木头 我们这一阵观世音菩萨 是木头去雕的 你用火烧他 他就变成焦炭 就黑掉 就变成黑面浆金 让这一阵都是 也不动 谢谢观看